三天幸福黄宝同黄家卫台北报道 而农民实际的生活究竟如何呢 来看日情我们为您报道的 南投中疗龙眼产量过剩 四级品每台金才三块钱 那么加工业者开货车去收购 农民赶快去抢空篮子 甚至还有老农民为了省钱冒险采高处的 龙眼结果不幸衰落而往生 那么尽管农粮鼠说已经请加工厂能够多采购 但是因为龙眼都已经过熟了 加工业者也不愿意收农民只好自理救济 来烘成龙眼干 但是实在卖不了什么钱 只能够送人家 但您看他们的苦 农民抢塑胶来 你争我夺六心不认拼了老命 就为了能多卖些龙眼出去 这样的画面让人看了心酸 龙眼产量过剩 价格一路跌 产地价四级品 每台金只剩下四块钱 一个多月前同样在中疗乡 甚至有77岁的田姓老农为了省钱 独自去采生长在高处的龙眼 结果从梯子上摔下来 不幸往生 龙眼价格惨跌 尽管农粮署发出声明 所以学请加工业者增加采购 果农领取容器 无需慌乱 但农民表示现阶段 果实普遍过手品质不良 以重要地区来说 部分的加工厂顶多再收个两三天 就不会再收货 到时候就怕连篮子也没得抢 叫他们怎能不心慌 不想放任辛苦栽种的龙眼在山林间腐烂 不少人争着借用大噪 轰龙眼肝 卖不了什么钱 至少能够拿来送给亲戚朋友 大噪烟雾缭绕 一颗小小的龙眼背后 藏着许多农民不为人道的心酸 这次的总统大选呢 就政党的部分